因為他們兩個現在等於是唯二 台灣的網紅政治人物 那麼網紅的崛起 跟過去政治明星的崛起的模式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有的人可能做了一生的準備 結果白準備 不能講白準備啦 就準備得還不錯 但是忽然卡到這一關之後呢 所有的遊戲規則 忽然間一夕之間改變了 被網路打敗了 這就好像當年電視剛出來的時候 也改變了很多政治明星崛起的模式 所以很多大家都聽過這個故事 當時美國的甘乃迪總統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是電視 剛剛最普及的時候 他這麼帥 就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 美國人的英雄 那很多人都在講 當時的美國的英雄總統 小羅斯福 那因為他的腳不方便 換句話說 他在電視上面沒有辦法 光鮮亮麗 這個高大挺拔 非常的帥氣 他很可能就不會成為一個 美國這麼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所以這個媒體的工具跟平台影響很大 像陳水扁 陳水扁他那個時候在台北市的時候 其實是謝長廷 世間修應該也很熟悉那一段 本來是謝長廷 因為他是台北人嘛 本來謝長廷是最紅的 在民進黨最紅的政治人物在台北 為什麼 因為有晚報的出現 所以陳水扁那時候早上的質詢 中午的新聞就會出來 然後晚報就會出來 陳水扁因為這樣子一路很快速的爬升 成為媒體的寵兒 成為最紅的政治明星 到後來有整點的新聞 有像我們的這些政論節目 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明星 那每一個政治人物呢 你就必須要適應每一代的媒體環境 那在這個媒體環境裡頭突出 你很可能就會成為當下的政治明星 那柯文哲跟韓國瑜 是因為網路媒體的出現 它跟傳統的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的那個遊戲規則 是完全不一樣的